大陸今年已經確診4個鼠疫病例 最近3個都來自內蒙古的西林郭勒盟 有網友爆料 烏蘭茶布市死了好幾個人 內蒙古發生的3起鼠疫病例 除了轉到北京的2例 16號 內蒙古西林郭勒盟 香黃旗 巴英塔 拉蘇木材市場 一位55歲的工人 在烏蘭茶布市華德縣醫院 被診斷為縣鼠疫確診病例 官方消息說 該患者動手波石野兔之後 感覺身體不適 據大陸媒體報導 如今進出香黃旗的公交車都要查體溫 發現發熱類情況 就會被採取隔離等防控措施 據當地居民透露 有關部門已經於幾天前在鎮上進行消毒 焚燒動物屍體 記者21號撥打疫區民眾電話 都拒絕接受採訪 當地醫院的電話則沒人接 20號有網友表示 我西蒙的現在賊害怕 網友阿貓本毛回覆 我烏蘭茶布市表示很慌 而且我們這邊說死了好幾個 最先確診的鼠疫患者王思夫婦 來自西林郭勒蒙蘇尼特佐齊的巴雁納爾市 當地市民表示 青年老鼠特別多 當局沒有採取防疫措施 接連爆發鼠疫後 部分地點開始以測體溫防疫 有網友發圖片顯示 內蒙機場出發廳 乘客都測體溫 還有網友發視頻說 為檢測感染肺炎鼠疫而設立的 內蒙古哈拉黑檢疫檢查站 新唐人記者雄斌 柏尼採訪報導